欢迎收看方方面面理财理健康 今天再次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股市阿杜 杜金龙老三杠 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在收看方方面面的时候 别忘了要按赞订阅 还有开启这个小铃铛 因为开启小铃铛之后呢 我们就会把最及时的这个节目来通知您 然后不要错过这个行情的掌握 好那请教大师我们今天录是9月24号都要拜礼 礼拜五就要收周K线 那如果能够持续的往上突破的话 周K连三红应该没有问题 那今天我们就要看看 我们可不可以有机会抢先布局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降息还有一些相关概念股 哪些是可以进肯空退可守 今天来告诉大家 好我们营卷股大概得两天 我们录影的期间就稍微 今天有稍微反抬一点 可是来讲的话就最主要是央行 因为存准利又调高的一码连续两码 每次大概会收1200多亿 所以资金会从营卷体系稍微拿回来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一次 因为从7月11号的高点下来 虽然说跌了将近5000点 可是他马上V转上去 就回到那个反弹大概将近0.618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 他马上那个下跌V转 有没有 涨得很快 那就像我个人一样 我在那个低档的时候 我大概持股美到九成多 因为你V转上来 我们我们个人都认为这一波应该会ABC 而且在第二波修正的时候 虽然说你那个汇波南西真的修正了 将近19%左右 有没有 可是因为你马上V转上来 很多人就会等另外一只脚 这边上来 我们把它ABC 可是这个C又在中间就卡住了 就是在20922就卡住了 我们上次的高点 因为反弹到8月20号的22545 8月20号跟旧止100天 所以刚才雅环讲的 就现在盘是就非常尴尬的 下面有车 上面有压 就是我们常讲的是 下感觉是有铁板 上有锅盖一直没办法去突破 而且上面那个平滑板 刚好是在季线的位置 季线现在是下压 这一次美国降行确定了 这个利多降完以后 你看到美国时间起工赛 没有破8月20号的低点 美只是也没有破 前一波的99的低点 那这样的话大家认为 你这个一次是降息 而且你也很勉强 你这个利多搞不好到这边 那我们要等11月5号 搞不好川普选上完以后 你的货币政策会ban 那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 我们在这个节目经常讲 我们的下半年跟明年 不管我们GDP上市公司的获利 大概都会比今年的上半年 大概是慢慢的走反 可是还是涨 所以明年还是有行情 可是行情的高峰是在我们今年的2Q 7月11号 所以现在整个大盘 你看到它是慢慢的在做修正 修正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所以有一部分的人就像我一样 你如果没有大跌 我前6月11年 在外面 没有跑掉 那有的是跑掉 是外资真的溃出去 那你会看到台币 目前来讲是有在下跌 可是因为这波 因为美元降息 台币稍微升值 所以外资溃进来 可是目前因为 美国好像不在 你值得再跌 美元只是在破底 我们台币搞不好要 只跌回升 昨天台币是扁值的 那晚以后外资搞不好 这几天买的话 它又会卖 就是表示他没有真正觉得台币股市 这个时候是可以大买 对对对 没有错 多空它其实是两面柱 对没有错 老师那台积电呢 它已经是比大盘先过季限 我们是希望说它是10月 赶快还是月底的时候 看到它回到千年 台积电最主要 它上一次破到870几块 因为它1000块的话是我们寿选公司大卖 所以寿选公司卖完以后 虽然有一次跌到813 它一部卖案变高 所以它是有价拉上来 就说像我们现在的大盘也是这样 价有到季限 可是量就没有 有一天要回到4300多亿 我们一到8月问的金量是4300多亿 那一天真的有 可是你一两天就没有 那这个台积电也是一样 它拉尾盘 尾盘都是最后一笔 5000多张碰了就上去 那我又希望它 像雅环讲的 希望它能克服千金股票 你只要早上起来 就先看会办有没有走高 阿奎达的涨势 还有台积电的ADR 我大概都这样 那就会看到台积电如果说 美国那部分都涨 台积电既然开平盘 阿奎达又走低 那就代表台股现在 还是再相对的不够 比如说今日日报 我们今天录影9月24号 它是关心房市 那工商头盘是写台积电上千元是不是 对对 不要忘记上次1000块的时候 我们打开两大报 都是台积电会长大半 后来台积电1080就在那边 而且它上千块1000块 晚又不是 有很多大家认为1000的多少 想不到那时候是售检公司大卖 所以不久 它虽然在那边熬了几天 就让我们游泳 毕竟出来投出来 就马上承下去 那当然它已经很强势了 因为它比那个F4里面 台积电是目前 有过季线比较强 至少它的季线就先 至少突破线还守在这个地方 对它是一地比一地高 那算是说有人在户 我一直认为这一次从我们的那一天 9月6号的2022号 有一只手在户台股管用 可是它高的话它会卖一些低的话 假设说今天跌或是哪一天美国有大跌 你会看到那个手 我们一般都讲说 那个广古航库大买股票 外资卖嘛 那现在外资在买的时候 八大航库是在做调节的动作 这样做一个护盘的动作 所以我们现在台积电 你也看到它是真的在大跌的时候 就有护盘的迹象 而且非常的 那个琢磨的痕迹非常大 好 所以现在整个盘式 您的定义就是上游 上游锅盖 下游铁板 量不够的话就没办法再往上 你如果用台积电去吐 有没有 所以现在很多的非电子股 稍微就非常的用 最明显的有一个东西就是 我们的AI上中下游做完以后 后来前一阵子前几天不是做特用化险 有没有 特用化险走进就大跌了 有没有 做完 那最近做那个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历人 9月26号就是有一个红德 那个串心版转那个一般版 它就会带动我们这个绿能 绿能的 这个小类股 这个小类股 股本都小 对就比较好 所以可见的 就是说它就用很多的小型股在做轮涨 然后以后用台积电或是联花科F4F5 有没有稍微呼一个大牌 一个就是文子数 一个就是如果要找题材 中小型股比较有机会 对对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您帮大家看 就是每个月的涨跌幅 对对对对 这是历年来的资料 从民伙51年到8月底的 对对 9月底的时候会是低点 过去几年 对对统计资料 对统计资料 这一张我是要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录影的时间3Q要过了 就是说因为3Q就是7月份 跌了3%左右 8月份涨0.0 那9月份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 就是呼涨呼空 那万一9月份跌的话 我们的AK线会连3K 虽然说因为刚才亚恩有讲 这个礼拜如果周涨 刚好周涨是连3楼 那万一没涨 因为我们周完以后 还有下礼拜还有一天 那你这个AK线连3月完以后 对于10月份 它就可能会先蹲 那我们这一张表 告诉大家有一个好处 我们9月最差的要过了10月 我们光辉的10月不是10月10号 我们都是10月11号 因为10月10号我们没开盘 把那个相对低档 压在10月11号以后 那我们台湾11、12 到明年的营业份都还不错 另外我有统计一个资料 我们明年叫以士连 12年 我们其实12年 小农年 过去5条蛇 大概上涨的级80% 只有在第一条蛇是跌 再来另外的4条蛇是涨的 离我们12年前的那一条小蛇是 大概小涨7%左右 所以我们台湾就蛇来蛇去 对对 因为我们今年大涨30% 现在24% 盘总涨到32% 那晚以后 你今年的基北面都很好 明年的基北面比今年稍微不好 可是还涨 所以明年我现在到外面讲 明年的行情蛇来蛇去 像我杜金龙因为要过蛇人 所以我前几天得到那个皮蛇 快要好了 有没有 很痛啊 就是龙变成蛇 蛇来蛇去的那个行情 所以我就想到龙年过完又蛇人 明年叫以士连 大家记得 上次第一条蛇是跌32% 再涨32% 再涨97% 再涨1% 在最近离我们最近是涨7% 所以平均5条蛇是涨19% 上涨的机率是8成 所以我们这张图是在告诉你 说我们3Q已经过了 4Q 10月份稍微还整一下 11 12到明年1月份 是我们台股里面季节性比较好 那我们托里9月份完以后 以前我们讲光辉的10月真的会有 那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次3Q因为跌幅不大 因为以前是3Q的话 美国跟我们都是重挫 蹲下来 那你激起低的话 你会发觉4Q就容易比较大的涨 那今天美国跟我们一样 在3Q都跌幅很久了 大概是这样 那你希望说降息循环启动之后 有一个轨道走 大家不要说一下子市场又互多互空的 那另外当然还要面对总统大选的不确定性 对没有错 可是大家也要记得 就是这一次美国降息完以后 它有一个变数 11月5号谁当总统 货币政策会变 因为他完以后11月5号完以后 他一夜都就职 那美国大家会发觉 头换了 那疫情就不会说我们降2码以后 会再降2码4码4码 那这个疫情作用消失冲淡完以后 你看到美国实验取公債这一次 不是他没在破的 按照技术分析来讲 你没有破的话 我就认为你这个小空头开始 大概是这样 除非你又真的说我会持续再降2年 4码4码 那这样一个大多头 他的祖神端就会出来 不过现在市长就还在等 每一次的数据的公布 下礼拜好像非农就位数字都出来 美国的经济应该都还不错 这一次降的是很奇怪的一个 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叫陶冬大陆 他说这一次 因为法尔街跟你讲 如果你不降 我就要奔盘死给你看 叫毕宫 所以包合才不得会 因为我们早期都说 降1码5个疫情 后来我们点赚主不是说降2码 所以后来包合就说 你们都降2码我就降2码 不然的话他降1码 华尔街就崩盘 以前我们认为降2码是会软軸路 硬軸路 或是脸軸路 大概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特别要帮大家整理出来 在今年台北股市到目前 我们录影9月24号 大师大盘涨24点 对不对 24% 24% 但是如果说以这个类股 您帮大家统计出来 我们来看在这里 银建53% 他第一名 对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年跌2码 因为他涨太多 第一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整理出来之后 大师请教一下 那我这边有一个资料 银建股如果上市8月1号最高点714.69 到9月23号跌到563 跌了21% 那说牛市和熊市不是跌超过20% 银建指数就要一只小熊吗 然后上跪 其实今年来讲 银建涨势非常的灵敌 对没有错 所以他截至到9月23号 是跌28% 是超过上市 但是我们现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是银建类股的指数 上市上跪 他现在是小熊还是 哇这个打房真的很猛 要怎么来看呢 他应该跟我们大盘一样 就是说喷出去完 用大掌做休息 就像说我们的台积电影修正 修正的25% 管达跟鸿海有什么说 修正三成多左右 是 所以这个修正是短线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 我们这一波叫出生短 所以他的修正 也是跟我们大盘一样 第二波的修正 只是上市 大盘在修正的时候 银建是密室 有没有 在上市 因为我们是7月11号大盘高点 刚才有朋友讲 银建好像又后面 银建的八月初 初初还在高点 前一阵子 因为有第一次打完修正 这一次下盟要 他就得了比较多一点 但是你认为只是小熊而已 对 因为我们 因为如果他像民国78年 那时候 金融管制 金融管制完以后 银建先跌完以后 一年以后 民国79年 整个银建就开始赔钱 倒完又拖累金融股 或者才引起我们整个金融股的 一个崩壞大盘才大 因为那时候主流是金融股 可是这一次的话 银建都大赚钱 那政府应该是实施速度的 让我们的银建 因为我一直认为 政府现在三大政策很好 打烦 打炸 还有打树摊 那银建就是其中 因为你青年的选票 这个最重要 像我两个小孩子都在贷款 大家也知道 这个背了大概都要 以前我们都贷20年 现在都小朋友都贷30年 因为他现在那个什么时期 新清安不是可以到40年吗 对啊 那个更残忍 30年 因为我们工作大概30年 让我跟小朋友都说不要 老爸给你一些钱 真好 因为一般来讲 你30年还可以忍受 40年退休了 你退休还要改完吧 这个因为你是看8月底 我是每个月统计 所以我们这个表有一个东西 是说我们刚才雅环讲的 AI的半导体零组件 跟桌边设备 它本来从涨很多 慢慢的现在涨幅已经下来了 像15的 本来涨更多 现在不是 华城已经从1000块跌下来 所以你看到是8月份 那其实 它这张表已经告诉你一个东西了 就是说我们的AI主流在休息 那钱转到我们的亏传党的五大列股 金融 营帐 利能环保 居家生活 跟运动 休闲 那现在营帐又碰到政策的转弯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先披开 会不会找到利能环保 运动 休闲 居家生活 或是 跟雅环讲的 我们没有用树化 别生的树化 树化最近有底部 这个时间也因为 我们特别提到量缩 水浅没有大雨 然后虽然降息 已经看到是凉码 但接下来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这个时候没有量 大家就不要轻举妄动 比较安全的 我们来看 是不是送分体 降息是金融谷 对不对 然后跌的身就是最大的力度 所以就树化谷 我们赶快来看 金融看一下 这是大师的口袋最爱 我这一波副半斤算还不错 参加除洗除洗除钱完又断价 有价差 有价差 而且它涨到95块 雅环你看一下 我们的研究员 估今年的EPS 跟明年的EPS 今年10块 明年8块 因为今年很老 我刚才一直在讲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们明年虽然会成长 可是明年成长 上市公司的获利 跟今年 因为今年激情高 所以明年相税 虽然好 9块多也很老 可是跟今年比较 有没有 稍微有下 大家一定要记得 明年整体上市公司的获利 今年成长30% 而且我们今年叫初生段 明年祖生段 祖生段的特征 大家记得初生段会喷出去 祖生段是慢慢吐 慢慢吐 慢慢吐 祖生段的特征 不必这么急躁 主本人以为主生段就要开始大屁 没有 主生段先长多休息 大家妈妈去妈妈做 细水残留 要做就做 那初生段是因为你空投市场 等一下来大家不知道你多头 所以很急躁 碰水喷出去 主生段我认为 你未来很老 所以妈妈做 不用紧张 陆瑶芝麻利 而且妈妈吐 那这个金融股也是这样 涨完 因为他现在不是在休息 95块高点没有 现在的富邦金 就是金融股 你帮他挑选出来了 加齐 或者说你接下来的这个大盘的 应该说资金密封港 这个是可以注意的 因为金融股今年的破例非常好 因为有基本没有支撑 所以股价还没完全反应完 因为没有反应 因为我们一到八月 平均股价91块 这家公司才90块 对不对 让大家参考 再来就跌生是不是最大的力度 很多人在问树化 台树四宝 好我们来看 今天就来带大家看是南亚 老师那台树 都可以四宝 都可以啦 就是最有跟股价有关是台树化的 台树是龙头 那我会挑南亚 明年是赚 比今年赚的多 而且你看到9月9号的三十几块 有没有 最近你看到短线1303的南亚 因为现在台树四宝在9月9号 9月9号 那时候不是盘盘 他们再得一两天 整个他底部 南亚拿涂 他已经得到12629的低档的位置 你看他3月19号那时候 有没有47.2 有没有 没到几档的 那这个东西就因为牵手到大陆的经济 有没有复苏 那另外大家不要忘记 我现在经常跟那个经济会到 北中南那个做法 也讲 交易所昨天的副总就有讲 他们明年有两个政策 一个就是 发行 主动型 ETF 主动型 那主动型 ETF不跟我们现在一样 我们现在也不是被动型 都买AI 这些 主动型会买那个跌一身的股票 假设说 你那个数 这有点在救世的感觉 我这钱救进来 因为你跌那么深 我不要涨很多 我只要涨50%就可以 所以最近你们看到 F4 那个台售士宝有没有 有人在买 可是不是买的 那个油就撑 微盘在撑 就是我们提供这个给大家做参考 你看他从9月有 从9月9号有没有 大阪不是这样长 他大概目前相对来讲的话 如果用RS 就是所谓RS 大阪跟他的比较 他已经从9月9号的低点出席完后 大概相对比较 那我不是经常买台积电 管达鸿海还有库邦 对 我就不信血 我有去买他一下 玩一下 看他会死在哪边 他把他要 就雅芬讲的 股票市场最大的一个力度 跌升就是你的力度 而且主动行动ETF之后 之后投证也有新的选择 对 他们的中标 那个目标就是 明年希望每个投信 你要再用今年的ETF 用到主动 谢谢老曾刚告诉我们这个政策的一些相关的变化 我们可以从这边来找到一个方向 好 今天非常谢谢老曾刚好 给我们大师按赞 然后同时帮我们方便按赞 订阅跟分享 方便远下次再会 拜拜